红色这个部分 它是植物萃取的 那蓝色部分是我们的三蓝 我手法是用漸层蓝 蓝层有漸层的颜色这样 蓝蓝加植物蓝 我们用刷蓝手法 所以也是最新的新伎俩 因为我们也都有回那个公园 华中心那边去写新伎俩 回来想说 这新伎俩是不是可以来我们基隆来传承 我们基隆也是一个 当初是蓝变外销的一个城市 也是很大的为我们 带来很大的那个说意这样 所以如何让我们基隆的蓝蓝 再恢复以前的风观 这是我们做一个记忆传承员 最想要去做的 我是高雄 那我从高雄某一个乡下 那我们家庭是一个 比较重男情女的家庭 所以说那我就 一个女孩子有时候就比较不甘心说 为什么一样都是小孩子 那我有那种不平的待遇 所以心态就比较不一样 那当我从国小国中毕业以后 那会做秧财 那最后就在高雄那边 几家店做一做 那最后就写信给我一个学姐说 我想来北部这边工作 那请学姐帮忙找工作 那学姐跟我回复的心是说 她工作已经帮我只要找好了 叫我安心上来 所以我就把南部的工作辞掉 那时候我在高雄前镇一家 那个那个店里 细专店小叶的时候 胡适店小叶的时候 就去加工区 高雄前镇加工区当电材师 那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待遇真的也不错 比一个高职毕业的男员还赚得多 那在于说回去就乡下的地方 你在外面工作回去假日 包括说你严受伤了 回去还是要帮忙做家事 那那种心态真的是比较不舒服 就是说啊为什么我在上班 啊受伤回来我还要帮忙做家务 那公司给我的是说 你回去好好休息 休息到伤好了 完全好的 人家回公司上班 而且是全部公交回去 那最后在那种情况之下 就心里很不服 去想说跑远一点 那最后就经过学姐介绍说 跑来基隆这边 那所以就 远从高雄来到基隆 那没想到说来还没有找到工作 那我找工作中 首先真的不顺利 因为北部根本就是不用你孩子的电材师 那来的时候刚好过完年不久 那店里工作又不多 所以就我一直找一直找 最后就也找到了 那就从安依路那边 有一家西湖店工作 最后小月的时候就朋友拉 拉到河平岛来 那经朋友介绍 结了本身的小孩子 就首先两年 他们不让他去做工作 那我也就做罢了 就近期就洗十多月的人 用手洗 煮给十几个人吃 有电锅不能用电锅纸 说那个银的电 所以都要用那个瓦斯炉纸 瓦斯炉纸 换一个不小心就烧焦 那婚姻中不到一年以后 我就处在暴力的民众 那那时候 因为我家庭的关系 我比较说 小孩子生了就养他、育他 所以我就 在那种很压迫的家庭中 成长 那也活过来也走过来 那最后在82年以后 就他把家庭抛弃了 84年我正式提出 用伤害正式提出那种 暴力婚姻的事情判决离婚 也判下来了 所以也终于解脱了 那那时候我才开始又走自己的路 85年在进基隆年中进修 又进步 没有到七十几年 我就开始就 其实 到72年以后 我搬来巡逢街住 很多路是有帮给人家做衣服 那有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给人家 四胶花也做啦 汗洗也做啦 电子汗洗啦 所以什么都做 那也去那个仪钢所 那个钢筋所那边 帮他们煮两餐饭 那回来改衣服 做手工这样 所以随时都这两三样在做 那做到82年 我也一样在仪钢所那边 帮他们煮饭 那他们说 那个必杀那边 你可以去做探考 所以 他说 礼拜六礼拜天你去做 那最后我就 买个探 买个那个锁推车 在那边做探考 那最后就一直加一直多 那客人也一直要求更多 所以变成 从探考做到热炒店 在那边整整做了六年 那时候都 我都做通宵 都到快中午的时候去开店 那做做到清晨 那清晨天亮的时候再去那个 果菜市场那边批后 还有卡玛丁那边批后 那有些海鲜猎也都直接遗传批 那遗传如果说三更在三更半夜进港的时候 一通电话 猫眼里来拿火海鲜去 回旗啊 还有黑鲁票啊 就去跟遗传直接拿这样 所以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这样 到了差不多87年他们用标志的根本 那我小孩子都不跟我做 那只有我自己 那雇员的话还有资金 这样没办法做 最后我就想说那走回老板台 所以最后就进贸易公司 去大陆做那个餐厂物的 在综合一家新华 新华工 新华服务有限公司 那他全部做化妆 对于万圣贼那些化妆会的衣服 所以就进了化妆会的衣服 那去半个月左右就外调大陆 在东湾那边 所以在那边 树子待了13个月来来回合 最后就因为我女儿心脏不好 那有时候会说说昏倒就昏倒 那在大陆那边真的是现在心理 最后就跟公司请教回台湾 那台湾整个台湾从屏东嘉义到树澳 就到处去演后做QC 那公司连体小役的时候 再回总公司那边帮忙打样算料 那待到91年 最后想说那小孩子那个就家也要顾忙 那真的那压力真的很重 最后又把它辞掉 跟公司拿那个他们的衣服回来这边代工 发给原来做 我第一个月就赚了八九万 我想说这个又没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能赚了那么多 账贼好以后想要早一点睡 结果家里失过 就整个环境什么都烧掉 烧掉甚至穿一套睡衣逃出火柴 就坐在对面的那个原来原型道那边 那我坐在那边就想着说 我明天我要出的话 要怎么跟公司交代 那我晚后的路我要怎么站起来 烧掉什么都没有 那最后就跟隔壁的人租工厂 最后隔一年以后我就来买现在的地方 那当我比喻说我明天要心机落成 南部的亲戚要上来 结果我就想说 好啦那今天早一点睡 差不多两三点的时候 就从工厂那边回来 那回来结果我前脚一走 人家从我后脚就把我机器全部搬关关 两台新的考科 还有三台那个自动切线的平车 全部把我投关关 那时候真的我叫做心灰欲能 那最后也就超过半个半年左右 把那个工作也解释掉 那时候真的不想再做了 我想说我那么拼干什么 拼了第一年 91年我烧房子烧了什么东西 那第二年我拼了 才刚订好环子而已 才要搬过来 又工厂又招窃 那我那么快干什么 所以我有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就在那边换来换去 就要做不做的 半完半年半那个这样 那最后海科那边 刚好有出来在社区 教一些所供应 那刚好有一些朋友说 你要去博博 我就说好啊 来换算了 那结果就去玩了 那他们是从海藻腰化开始 采集啦 它的生态啦 那刚好那时候就还可以了 办一些讲习课 海藻的生长什么的 潮间胆 所以在陈历史博士的带领之下 我开始走入海藻的世界 我就一路这样走来 那最后再交运 做一些海藻的食品啊 还有小朋友的海藻腰花啦 那最后想说海藻腰花 它只有绿藻跟红藻 那最后我就想说那这样太淡调了 所以我就再去写压花 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 一路跌倒 一路改变 走到今天 那所以说海藻压花 最后我加了鲜花 无论说海科馆叫我去高雄交 或是市政府叫我去高雄 我也都出差去那边做DIY 最后我想说那还找一个端落的 那雕刻一个端落的 那我是一个做衣服的师傅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自己染布来做 我为什么不能 那最后想一想 好啦那我就再去报名 谁植物染 那我从植物染先写 那植物染一上就要三个月左右 在工研发中心 就蓝头草图那边 它是属于我们文化布的 那最后植物染写了一起以后 大概计量都知道了 那最后想说好那我就换蓝蓝 以后我就蓝蓝加植物染 下去综合使用 就像这个我先过涂 先做从一块布买回来 那做成一个棉帘 那先把图案画好 一先要的图案先画上去 那画好以后就最后就用 现在又用红的 红就是金对红 但是红起来它蓝起来 你红得好的话蓝起来 它感觉是最漂亮的 这个我们第一 先把那个 这个布折成扇形 再来设计图案 图案画在表布上 那另有表布 表布是另外拿 拿两块来前后挡折这样 那再用这个可以用机器来红 我们的红嫩肌 每个折一折以后折成几层 但是都要活动的 不能说折尺在里面 这样的话你在染的时候 就没办法换到 那到时候 就里面整个通通都是白色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贵 这原本是一条四番金 现在是日本那边最流行 这两年最流行的 他们就卖四番金 再来护带个那个把手 就可以做成一个包裹金 这样打起来就可以做一个包裹金了 这是挡布 那我想说我刚好有小手 看好就把它折进去做挡布 鱼类的啦 这些来做作为图案 这样才能显现说我们地方的特色 这个也是用那个车红的方式 也是折成扇形 对折折成扇形 能长得开的 那最后有挡布 那我们就把它做成围巾 那所有的事与都说 这个可以请兄弟帮忙 因为红嫩剂有的是叫兄弟牌 用一块布自己设计一件洋砖 那我们这一件是在于 下月底在新冠三月要展 蓝蓝展出在南京西路店 不要搓螺 因为我们植物你不用用搓螺的 你用中性的那个 中性类的那个洗洁剂 或是那个沐浴炉 你稍微洗一下 就用漂洗这样就好了 那像希望说我们 这次新冠三月展出展售的话 会成绩更好 让大家都有共识到说 即使植物染 它做我们身体是最健康的 不会像说你花谁染的话 添加物一堆 那变成说到时候就变成 很多的反效果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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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cognition 拍到ים 见到